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不用发面就能做油条的方法 非常的好吃做法也很简单 往锅内倒入200毫升牛奶 再加200毫升清水 30克白糖 烧开以后转小火 准备240克面粉 边倒边搅分次加入到锅里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的时候把火关掉 然后准备两个鸡蛋搅散之后加入到锅里 用筷子继续搅拌 削成偏软一点的面团 把表花袋放在容器中 里面刷上一层油 把做好的面团放进去 案板上刷上一层油 握住表花袋几层油条的形状 全部做好以后开始上锅制作 锅中放油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 有小气泡冒起来的时候转小火 然后把做好的油条从锅边滑进去 这一步要小心哦 不要被油烫到 下锅一分钟之后给油条翻一个面 使其收热均匀 大概四分钟左右 油条扎到两面金黄色的时候 捞出控油出锅 这个油条的新做法特别简单 大家可以试一下 喜欢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